老师好 老师好 下边我就带着大家 去看木材标本馆 好 我们这栋楼就是标本馆 那么二楼就是木材标本馆 我们墙上的这些照片 就是这个木材的一些显微结构 对 它就是拿来鉴定这个木材的 显微结构 好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展示厅 全是标本 对 这小椅子好好玩 好可爱 真的好萌 还有小木鹿 对 这长得一点像红 我们的标本有这种大的标本 还有这种小的做研究用的标本 然后还有一种是我们的显微标本 想切片 草头都是红的 植物大部分都是红的 我们的木材有很多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花纹 不同的颜色 颜色 不同的香味 我们经过六十年的积累 现在收集了九十二个棵 二百五十六个树 八百多个种 八百多种 总共一万多份标本 很轻 天哪 好轻 然后给你们介绍几种青木 这个世界上最轻的木头 青木 好轻木 这也是轻的 那这个青木一般用做什么 这个当时是做飞机的那个机翼 做飞机机翼的 木头 八十大战时候 英国那个文式战斗机 它的机翼就是用这个做的 用木头做的 现在肯定有很多材料就不用了 那现在做的那个风力发电机 那个叶片里面就用这个 然后这个密度零点一 零点一 然后这个是世界上最重的木头 蛇丧 还有个俗名叫做蛇纹木 你们看它的花纹 像蛇皮 像板蛇的那个花纹一样的 这是最重的 这个密度一点三一点四 差十倍 对 然后这个是中国最重的 那个是世界上最重 这个密度一点二 一点二 铁力木 密度只要大于一的 它多乘于水 对 水的密度是一 我问你一下 这里最贵的哪个木头 最贵的 这个 这个 海南环花梨 环花梨 环花梨 我摸一下这叫环花梨 它的学名叫做酱香环坛 酱香环坛 酱香环坛 刚才我还闻了闻呢 因为它有香味 还有吗现在 野生的很少了 很少 对 以前是我们宫廷里面还还家都用做家具的 这什么呀 就这么一点点 这个是最鲜的木头 你闻一下 跟檀香那个味儿一样 对了 就是檀香 不是跟檀山一样 它就是檀香 还是有点大 没有那个 见雪风猴 最毒的 这个有毒 这个有毒 说是最毒的木头 但是现在没有毒了 没毒了 传出这个树皮的 我们逮出的老百姓 打猎的时候 就把那个箭头在上面站了 这一口 就把那个一头像 都可以 这么毒性这么大 可以读一头像 这是传闻 我们也没做过实验 面前这两处欢迎大家的植被呢 它的形状 特别像风车 它的名字就叫做风车草 这个有点意思 OK 我已经印在我们脑子里 各位老师注意你们的脚下 那么我们这个走的路面 跟咱们平时走的硬化路面 是不是不太一样 这是木头 对 它是木头做的 它是用的 咱们园区里的一些自然材料 比如说枯树枝 这个废墓桩 在这样铺设到这个地面上以后 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像刚刚下过雨 但是这样的路面 它并不会积水 透气性非常好 昆虫旅馆 我们发现了我们 老朋友昆虫旅馆 给鸟吃的 给鸟吃的 对 给鸟吃的 你千万别回头 别动 别动 不要动 好大一尺 等一下 先别动 别动 没事 什么东西 走了 什么东西 黄蜂 因为在昆虫旅馆旁边 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 可爱的小昆虫 那个也太大了吧 那个 此时此刻你是个甜妹了 化成 三分钟 计时 你俩啥意思 没有 不是 保持一个点 不然传不了 你在看哪儿 你在看哪儿 你在放空吗 你为什么放空 你太包克斯我了 我其实在保持平衡 你是捣蛋鬼 你是捣蛋鬼 快快快 快快 露啥呢 露啥呢 演 演 那就是聊天 你是捣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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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个 你第一个 他们在那儿聊天 你说我是捣蛋鬼 你们为什么突然就这么 开始这么说话呢 我觉得好奇怪 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们会爱听你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流头的演员 就我有点怀疑是我 但我不记得我这样过 你是捣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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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记得我这样过 也没有了 就稍微夸张了一点点 好了不要聊天了 捣蛋鬼 哎 哎 别动啊 断这么慢应该是了吧 上菜 我觉得确实有点满 你放手 你放 哎 哎 俩都掉下来都没事 你这回你不是 啊 你是捣蛋鬼 你是捣蛋鬼 我是捣蛋鬼 我就说 哎 第一把他捣天 捣蛋鬼归位 那这个再传过去是吗 你还传得过去吗 哎 哎 这可以 拿着 这个是他没问题吗 他没问题 他没问题 这成了 这成了 不是能进吗 你是捣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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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捣蛋鬼 捣蛋鬼 哎就这么说 人生不能有余意外的 是不是 还有最后二十秒 最后二十秒抓紧时间 哎呀妈呀 哎 就二十秒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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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别说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哎 哎 等一下 你是捣蛋鬼 不行了 我只觉得紧张 因为你们那么无限我 等一下 不要不要 送你了送你了这五秒 不要不要 等一下不要 来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这么吻了 心里长得终于要结束了 接下来就请三位指认 你是捣蛋鬼 捣蛋鬼 是 喂喂 这世界挑战一下 喂喂 这世界 我也挑战一把 挑战一个三十 三十 三十 三十你成功 我们匀你们一副 你他们一分也行 我们花一分看个三十 一分有啥用 一分也有分 不要是吧 不要是吧 不要算了 要 一分能给你一瓶 康师傅玻璃绿茶 准备了吗 预备 开始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可以 可以啊 很快 卡了不然绝对可以 差一点 不卡就可以 很快了 很快了 就差一张 就差一点 其实你要是二十九 咱就赢了也是 咱三十 这段可能连细世界都播不出来了 老师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下边我就带着大家去看木材标本馆 好 好 我们这栋楼就是标本馆 那么二楼就是木材标本馆 我们墙上的这些照片啊 就是这个木材的一些显微结构 对 它就是拿来鉴定这个木材的 显微结构 好 这里就是我们一个展示厅 全是标本啊 对 这小椅子好好玩啊 好可爱啊 真的好萌哦 还有小葫芦 对 这长得有点像红木 我们的标本 有这种大的标本 还有这种小的做研究用的标本 然后还有一种是我们的显微标本 哦 像切片 草子都是红的耶 植物大部分都是红的 我们的木材有很多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花纹 不同的颜色 颜色 不同的香味 我们经过六十年的积累 现在收集了九十二个棵 二百五十六个树 八百多个种 八百多种 总共一万多份标本 哇 很轻 好轻 然后给你们介绍几种青骨 这个世界上最轻的木头 青木 青木 这也是青木 那这个青木一般用做什么 这个当时是做飞机的那个机翼 做飞机机翼的 木头 它是大战时候 英国那个文式战斗机 它的机翼就是用这个做这个 用木头做这个 现在肯定有很多材料就不用了 那现在做的那个风力发电机 那个叶片里面就用这个 然后这个密度0.1 0.1 然后这个是世界上最重的木头 蛇丧 还有个俗名叫做蛇纹木 你们看它的花纹 像蛇皮 像板蛇的那个花纹一样的 这是最重的 这个密度 密度最高 1.3 1.4 差十倍差不多 对 然后这个是中国最重的 那个是世界上最重 这个密度1.2 1.2 铁力木 密度只要大于1的 它都乘于水 对 水的密度是1 我问您一下 这里最贵的哪个 最贵的 这个 这个 海南环花梨 环花梨 环花梨 我摸一下 这叫环花梨 它的学名叫做酱香环坛 酱香环坛 刚才我还闻了闻呢 因为它有香味 还有吗现在 野生的很少了 很少 对 以前是我们宫廷里面 还还家都用做家具的 这什么呀 就这么一点点 这个是最香的木头 你闻一下 跟檀香那个味一样 对了 就是檀香 不是跟檀山一样 它就是檀香 还是有点淡 没有那个 见雪风猴 最毒的 这个有毒 这有毒 说是最毒的木头 但是现在也没有毒了 没毒了 传说这个树皮 我们逮出的老百姓 打猎的时候 就把那个箭头 在上面占了 就把那个一头像 都可以 这么毒性这么大 可以毒 这是传闻 我们也没做过实验 那就是这个 哈喽 本来小客厅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文静 欢迎文静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 跑男的经典游戏 我画我猜 请听游戏规则 将导演说的词语 按顺序画在数字格内 画画结束后 导演报数字 回答出该格的词语内容 答对可品尝云南特色鲜花饼 答错三个以上 则接受跳盲和惩罚 好 我在这儿画就行 这不超快 我超快了 我这点麻烦了 我就不装了 你也可以去 你平时画画好吗 特别好 特别好 那准备好了 一 矿泉水 二 指甲减 三 豆腐脑 四 鲜花饼 五 野生菌 六 田螺 七 梳妆台 八 向日葵 九 孔雀公主 十 土豆 十一 玫瑰花 十二 龟兔赛跑 十三 锁包蛋 十四 臭豆腐 十五 玉米 十六 乒乓球 十七 健身房 十八 圣诞老人 十九 茶叶 二十 瑜伽 二十一 卷发棒 二十二 耳机 二十三 过桥米线 二十四 蔡文静 二十五 划板 二十六 翘翘板 二十七 裁判 二十八 冬瓜 二十九 猫头鹰 三十 豌豆 一十五 十六 三 切鸡 三 擦 temps 二十五 一櫈子圈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一櫈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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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揄子圈 一昈子圈 一櫈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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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一櫈子圈 一櫈子圈 你告诉我它是什么 十四 臭豆腐 对 有味儿呢 看一下 十号是什么 鸡蛋 不对 土豆 但是你错了 好吧 二十八 冬瓜 对 二十二 耳机 对了 二十四 我 你是怎么标注的女 我在乐呢 开心 大嘴 念合股的小 温暖了 十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十二是龟头赛跑 这是兔 这是一个龟 但是把这个龟画得有点像B 卫生有点长 头有点长 指甲剪 画的还是挺像的 就是把指甲和指头和指甲剪二合一了 三号 过去挑米线 米线 豆腐脑 二十九 这是什么样子 这是个什么样子 这是个庞性吗 这是个庞像吗 麦当楼 这你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的 这是个庞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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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当楼 对 猫头鹰 对 画个猫耳朵 还给画了个蝙蝠翅膀 也不知道为什么 十一 玫瑰花 对 五号 眼儿 绿眼儿 小草 草芽 野生菌 你今晚刚吃过 对 我怎么能把它画成这样呢 我对不起 你今晚吃那野生菌 巨好吃 炫了好多 刺身的也吃了 那个剑手青也吃了 因为我觉得剑手青我一定要吃 是因为我自己是怕中毒 就你们安排的不会中毒吧 中毒找你们 所以我就想 就是短暂地过一下脑子之后 我觉得吃这个划算 所以我就把它吃了 太好吃了 好 那还有最后一个 四 四也不太好看 它这个是个荷包蛋 它也许不是个荷包蛋 它是 鲜花饼 对 上面画个梅瑞花 我想起来了 这里是梅瑞花 我们答错了四道题 需要接受跳盲盒的惩罚 但是鲜花饼还是可以品尝的 但是鲜花饼还是可以品尝的 那现在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不太甜 不行 鲜花饼真好吃 鲜花饼让我对玫瑰有了好感 就是如果它只吃花饼的话 它就那样好 但它还能吃 它就有了价值 它能吃 今天特别逗 今天那个昆虫学家说喜欢昆虫 我说我喜欢吃昆虫 我喜欢吃好吃的虫子 比如说 蚂蚱 昨天就是蚂蚱 应该是吧 吃了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种 长这样的虫子 有个小翅膀的 然后还有这种 这样这样的我不敢吃 好害怕 白色的 有一个黑头的那个 我吓人 那个我就吓不去口 都是高蛋白 对 飞虫系列我都敢 很香很脆 就跟猪油渣一样的 他们都觉得我恶心 真的 感觉他们几个都要给我拉黑了 昨天那个剁椒鱼 也害怕 害怕 我跟孟杰说 我说你在旁边 吃剁椒鱼咽的时候 你的美丽质在我这儿 下降了百分之十 他没有理我 我说真的 我说你 那么大的眼睛 然后还绞着个眼睛 我有点害怕 然后我看完了之后 我就吃了三根虫子 压了压紧 然后他说你好恶心 在冷静 然后他说你怎么遮眼睛 好恶心 我说你很恶心 然后白子在旁边说 你够了 你们俩一个吃眼睛 一个吃虫子 好恶心 我觉得这挺好吃 剁椒鱼眼真的很好吃 这我这儿好吓人 这俩人都好吓人 惩罚环节 跳盲盒 往前跳三步 每一步有左右两个盲盒可选 盲盒里面可能是空 可能有惊喜 好 当健身活血化瘀了 好了 我今天是一个幸运女孩 开始了 我这个真的有点疼 如果是加满头 我有点害怕 一 二 三 好 给我一摔 一 二 好发动 一 二 三 是没有 好 这个 来了 好 游泳秀了 来 勇敢进去 我们怕困难 一 二 三 好痛 你中大奖了 是最痛的 最痛的 那个好高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指甲板 指甲板不都是小齿吗 这个是我们的小竹笋 这个 起跳是不痛的 因为你要再使个劲 你就要扎深一点再拔起来 起不来啊 你们看看他们有多狠毒 你自己看看有多深 这个真的是唯一的一个小竹笋 空的 真的就没有 其实只有他 真的 天哪 没事 宋明博是一个特别的人 谢谢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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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裁判给大家演示一下 正确的那个拔的那个方式 你怎么不继续冲下去了 你继续啊 怎么只耍帅呢 还瞪我们眼 还是一点 了不起吗 后面的四秒是摆姿势的时间是吗